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今年九月,是罕见的黄金之月,即将迎来一场,生效大奖的盛宴。 在这个时刻,过度精明的人处处算计别人,反而可能失去合作的机会,傻气有时也能带来幸福,因为聪明有时,反而会被聪明误。 九月底开始,有五个生效被认为,会在年底一次重大奖,他们由穷转富,得千万横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 第五生效狗 亲爱的生效狗朋友们,好消息来了,九月底的运势,简直就像炸裂的烟花,财神爷降临,你的钱包瞬间暴涨,这可不是乱说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九月底的这段时间,是你的贵人运最旺的时候,这时的你就像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吸引着周围的人的目光。 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会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为你出谋划策。 所以别忘了感恩这些人,他们是你这个月最大的财富。 其次,财神爷降临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的正财运,将会有一个显着的提升。 这意味着,你的工作收入会有所增加,而且还有可能得到一些,意外的奖金或者提成。 不过别只盯着钱看,也要注意工作质量和服务态度,这样才能真正抓住财神爷的心。 另外,这段时间你的偏财运也很好,也许你会有买彩票投资,或者理财的好运气。 不过记得一定要理性对待,不要因为一时的运气好,就盲目投资,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除了财运的提升,你的感情运也会有所改善。 单身的生肖狗这个月,可能会有一些浪漫的邂逅,让你对爱情重新燃起希望。 而有伴侣的生肖狗们,你们之间的默契和情感,将会更加深厚。 一起度过这个月,将会是甜蜜而美好的时光。 但是生肖狗朋友们,这些都只是运势。 真正能够让你的钱包暴涨的,还是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所以这个月里,我们要更加勤奋工作,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这些好运带来的机遇。 第四生肖狗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事业上的好消息。 9月底将会带给你,事业上的重大突破,努力和付出,终将得到应有的回报。 你所从事的工作,将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 潜在机会将随处可见。 勇往直前,积极进取。 你将在工作中收获丰硕的成果。 同时与同事之间的合作,将变得更加融洽。 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提升。 共同为目标努力奋斗。 请记住,成功是一个团队的功绩。 一起努力,一起共享荣耀。 另外,我们也要关注一下,爱情和家庭生活。 对于已婚的诸年朋友们来说,9月底将会带来一股浪漫的氛围,让你与伴侣更加亲密。 你们将被爱意的氛围所包围,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花些时间与伴侣,共度浪漫的时光,重燃爱情的火花。 对于单身的朋友们来说,也许在9月底的某个时刻,你将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 别害羞,积极投入,开启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无论是已婚还是单身,家庭的温暖氛围,也将为你带来满满的幸福。 与亲人共享时光,传递关爱家庭的力量,将给你带来无限的动力。 除了事业和爱情,我们也要看看财运的好消息。 在9月底,你将会拥有财源滚滚的机会。 通过努力工作所获得的奖金,或额外的收入,将给你带来经济上的稳定和满足感。 同时投资和理财方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合适的投资项目和理智的决策,将为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记住要审慎而明智的选择,成功的财富将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你的生活。 第三,生肖羊。 蜀羊人天生有好财运,其财运为十二生肖。 排名第八。 你只要努力把握,经过自己的勤勉努力,终身安泰。 他们再过来的几年里,运势遭到了打击,很难成就大业。 不过进入今年年9月底,这样为难的场面会终结。 蜀羊人的运势蒸蒸日上,万事大吉,可以成功。 从之前的梅运中脱离,特别是贵人运吉家,无望失掉贵人的协助。 大战雄途,一步登天。 蜀羊人9月底开始,一扫之前的高低运势。 走上坦途,直达成功在作业方面。 一同有贵人心,入命会带来一波偏财运。 多限于老朋友的选拔,抓住本次机遇,可以小赚一笔。 蜀羊人会得贵人帮忙,许多疑问会方便地解决。 本身才干的进步,也会对作业大有助益。 羊年出生的人性格,和善于结交人脉。 人缘大好,是非常积极开拓进取的人。 前途很好。 蜀羊人,因其福德宫中有盖喜贵人相助。 生肖羊他们9月底,运势开始飙升。 有着出门逢贵的好运气。 他们不仅能遇到命中的贵人,并且发财的道路,也会一顺百顺。 同时,生肖蜀羊的朋友们,事业方面迎来突飞猛进。 生意日益兴隆。 财运随着事业的发展一路高歌,抓住机会就能翻身变富翁。 第二生肖猴9月底前,将有大运降临。 喜事扎堆来,横财发不停。 肖猴一直以其聪明灵活,富有创意的形象。 深受人们喜爱,据古籍记载。 猴年出生的人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善于应对各种挑战。 如今到了9月,底生肖猴的朋友,将迎来一波好运。 喜事连连,横财不断,让人羡慕不已。 首先在工作方面,生肖猴的朋友在9月底前,将取得重大突破。 他们凭借出色的创新能力,在工作中独树一致,成果丰硕。 不仅能够获得领导的赏识,和同事的赞誉,还有机会晋升加薪,事业蒸蒸日上。 其次,在感情方面,生肖猴的朋友,也将迎来好运。 单身猴有望在,9月底前遇到一中人,展开一段浪漫的恋情。 已婚猴则夫妻感情更加深厚,家庭和睦,幸福满满。 此外,财运方面更是生肖猴的朋友。 在9月底前的重头戏,他们将在投资、理财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敏锐度。 横财发不停,财运亨通。 只要生肖猴的朋友,把握住机会。 年底有望实现财富翻番。 然而,在享受好运的同时,生肖猴的朋友,也要注意保持低调,以免招致他人的嫉妒和敌视。 在人际关系方面,要学会与人为善,多做善事,积累好的人员。 同时注重身体健康,加强锻炼,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才能迎接更多的好运。 总之,9月底前,生肖猴的朋友,将迎来一波好运。 喜事扎堆来,横财发不停。 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需要把握机会,努力拼搏,同时注意人际关系,和身体健康,才能将好运持续下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期待生肖猴的朋友,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以其聪明才智。 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第一,生肖蛇。 首先,生肖蛇在9月底,容易得到福星的庇护。 福星是众多星座中,最善良、最慈祥的星星。 它会给予你幸福感和平安感。 每到9月底,福星都会格外青睐生肖蛇,给你带来好运和好消息。 不管是工作上遇到的困难,还是生活中的琐事,福星都会为你解决疑难,让你顺利度过。 其次,生肖蛇在9月底前程似井,意味着未来会如画一般美好。 不管你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9月底都会给你提供许多机会,让你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广。 也许你会遇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机会,也许你会获得一次难得的出国旅行机会。 总之,机遇将会,源源不断地来到你身边。 你只需要把握住它们,才能让你的前程更加光明。 最后,9月底是生肖蛇,好运不断地时刻。 生肖蛇是一个幸运的星座,而9月底,更是你最佳收获的时机。 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你都会得到一波又一波的好运。 也许你会遇到一个机会,让你事业腾飞。 也许你会,结识到一位重要的人,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 总之,好运会源源不断地降临在你的身上,让你的生活更加幸福快乐。 总之,生肖蛇、生肖猴、生肖羊、生肖猪、生肖狗的朋友们。 9月底的整体运势,非常值得期待。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好运和机会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顺风顺水。 那么要时刻保持警觉,不要被眼前的利益冲昏头脑。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盲目跟风或者冒险投资。 要认真分析市场趋势和风险。 做出明智的决策。 要注意健康和心态的调整。 这个月健康运势的提升,可能会让你们更加关注。 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要注意饮食和运动。 保持健康的身体。 和良好的心态。 同时也要学会调整心态。 不要被一时的得失所困扰。 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 最后,这些都将帮助你们更好的。 迎接这个美好的日子。 祝愿大家好运连连。 裁员滚滚。 除了上述、五、各生肖之外。 本月有、三、各生肖的人。 是最幸运的。 天才运横。 财运非常旺。 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生肖。 第一位。 生肖鼠。 在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生肖鼠常被视为 聪明机智的象征。 生肖鼠的人差不多。 也是时候重振旗鼓了。 九月开始横财大发。 转大前。 中大奖。 横财一波接一波。 生肖鼠的人也会养起人生的饭。 朝着目标远航的。 届时一路上他们。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决定。 都会非常顺利。 一路顺畅的生肖鼠。 将被观音菩萨赐福。 抽中了五条上千。 预示着明天开始。 他在家财事业方面。 将一路望到底。 这五条上千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条十来远转。 福气满满。 如同人生中的里程碑。 在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中。 总会有风雨交加的日子。 但总有人能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这位鼠鼠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 他的人生充满福气。 运势亨通。 让人心生羡慕。 在中国的生肖文化中。 鼠象征着机智、灵敏。 和激紧鼠的人。 通常被认为具有灵活的。 思维和敏锐的直觉。 这位鼠鼠的人凭借。 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断攀登高峰。 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 福气满满的人生。 仿佛拥有一副。 看不见的金刚不坏之身。 无论遇到何种困难。 总能轻松应对。 化解难题。 这位鼠鼠的人。 凭借自己的好运和实力。 成为了人生赢家。 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第二条。 偏财兴旺不仅代表着。 物质生活的丰富。 更象征着生活的多彩。 这只手。 他的生活将不再单调。 每一天都充满了。 惊喜和收获。 就像春天的花朵。 绽放出五彩斑斓的色彩。 引人注目。 第三条。 好事不断。 步步高升。 好事不断就像是。 生活的调味剂。 它能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期待。 对未来充满希望。 这之所。 他的生活将一帆风顺。 事业步步高升。 就像攀登高峰。 每一步都见证着。 他的成长与蜕变。 第四条。 或好如底。 遇见桃花和好如底。 象征着感情的修复。 遇见桃花则代表着。 爱情的到来。 这之所他的感情生活。 将得到修复。 他的爱情也将如期而至。 就像破镜重圆。 美好的爱情故事再次上演。 第五条。 事事顺利。 是一切事物的最佳状态。 一扫阴霾。 则代表着生活的崭新开始。 这之所。 他的生活将毫无阻碍。 他的心情也将阳光明媚。 就像阳光驱散阴霾。 一切美好都将如期而至。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缘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真的准。 不要不相信这五个生肖。 在十天内绝对会发一笔横彩。 一定要注意了。 一起来听。 七月份的十二生肖运势已经展开。 每个生肖都将迎来全新的运势。 在这些幸运儿中。 有五个生肖的运势尤为出色。 他们天才运暴涨。 七月份天才运势大揭秘。 天才运最好的五个生肖。 十天内绝对会发一笔横彩。 来看看有没有你一生肖猪。 在2024年七月份属猪的人。 将会有非常不错的运势。 只要你们专心致志地工作。 并妥善处理之前留下的事物。 领导会对你们产生信任。 将重要的专案和工作交给你们完成。 如果你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些任务。 领导将给予更多肯定。 并可能带来升职加薪的惊喜。 2024年7月份。 属猪的人在财富运方面。 虽然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但整体来说仍然相对不错。 属猪人在2024年7月份的财富运非常亨通。 有机会获得意外之财。 属猪人可以考虑投资理财。 或者参与一些风险较小的投资专案。 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你有机会通过工作和投资。 获得可观的收益。 此外,你还可以依靠人脉资源。 来扩大财富管道。 然而,在控制开支方面。 你需要保持严格的自律。 避免过度消费。 2024年是属猪人。 充满活力的一年。 尤其在龙年的到来下。 他们迎来了新的发展起点。 属猪人应该抓住机会。 发挥自身的潜力。 争取更多的成功。 只要付出努力。 他们就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 在职场上。 属猪人能够利用龙年的机遇。 展现自己的能力。 发挥潜力。 实现更多的成就。 他们应该抓住龙年带来的机遇。 与上级和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 从而在职场中脱颖而出。 取得职业上的成功。 属猪人有能力在工作中表现出色。 并赢得更多的认可和机遇。 并赢得更多的认可和机遇。 属猪人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在2024年龙年中。 追求自己的目标。 并勇敢面对各种挑战。 只要积极努力。 属猪人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2024年对属猪人的感情运势非常不错。 他们有望迎来幸福而圆满的结局。 单身的属猪人。 会有优质的异性出现。 并展开一段美好的恋情。 轻松地走出单身状态。 已婚的属猪人在这一年里。 将体验到。 家庭生活的幸福和美满。 尽管偶尔会有矛盾出现。 但问题不会升级到严重的程度。 很快就会得到明确的解决。 家庭氛围轻松和谐。 属猪人从家人身上。 获得不断的温暖或能量。 在遇到问题时。 也能得到指导性的建议。 二、生肖龙属龙的人。 在2024年7月份的财富运。 也非常旺盛。 整体运势提升速度也会很快。 你们有机会。 获得不错的专案和利益。 但务必注意多次检查专案。 以避免错误。 只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事情。 你们将会迎来不断的惊喜。 这一年的收获。 将会改变你们的人生。 2024年7月份。 对于属龙人的偏财富运。 有望增加。 特别是在博彩和小型投资方面。 可能会看到收益的增长。 然而由于冲动和好强的性格。 个人开支也会明显增加。 储蓄余额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此整体上收支平衡。 在财务管理方面。 需要关注房地产市场。 及时把握时机进行买卖。 同时也要加强。 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避免频繁购买奢侈品。 2024年。 属龙人的精力旺盛。 事业心愈发强烈。 行业市场也在迅速发展。 这是一个适合开拓新市场。 扩展业务领域的一年。 即使偶尔受到不顺的影响。 工作效率可能会有所降低。 但属龙人不会气馁。 依然充满动力。 坚持一步步稳扎稳打。 追求自己的目标。 即使取得小的成绩。 也不会咄咄逼人。 防止小人的搅局。 2024年对于属龙人来说。 也是事业运势的关键之年。 在这一年中。 属龙人将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 需要做出明智的决策。 并努力奋斗以取得成功。 个人的能力和素质。 将成为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属龙人需要不断提升。 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 以增强竞争力。 同时注重团队合作。 与同事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 共同推动事业的发展。 2024年对于属龙人来说。 偶尔会有紫微降临。 容易得到好运的眷顾。 在婚姻公位。 没有受到其他的干扰下。 夫妻感情和婚姻方面。 很少会有争执。 家庭也有可能迎来新生命。 对于单身的属龙人而言。 今年可以积极参加社交活动。 展现自己的魅力。 然而在选择。 终身伴侣时务必谨慎。 避免同时与多人。 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以免自食恶果。 2024年。 所有生肖的人都会感到。 体内的造气比去年旺盛许多。 属龙人本来性格好强。 此时容易情绪激动。 可能会伤害他人的感情。 同时也容易情绪起伏不定。 身心疲乏。 因此, 调理好睡眠成为今年的重要任务。 可以适当补充一些。 安神静气的药物。 下半年可以考虑进行短途旅行。 多多放松。 这对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三生肖属鼠的人一直以来。 都展现出成熟稳重的品质。 而2024年7月份。 更将带来许多惊喜。 只要你们肯努力。 刻苦奋斗。 坚持不懈。 就能抓住大部分机会。 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 过上理想中的日子。 属人的经历值得身边所有人借鉴。 因为人生之路慢慢。 只有通过努力。 才能找到最好的出路。 否则一切都将只是浮云。 属人在2024年7月份的财富运非常不错。 特别是有助路勋集星的出现。 预示助财富运势丰厚。 在这一年里。 属人无论是挣财富还是偏门财。 都有一定的机会和机遇。 对于上班族而言。 他们有助升职加薪的机会。 可以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回报。 而对于做生意的朋友们。 他们也有机会获得大订单。 并与客户保持愉快的合作。 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即使是刚创业的人。 此时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之前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 只要继续用心经营。 很快就能够回本。 建议属属的朋友们多多用心规划。 相信后续的收获一定会更多。 2024年7月份对属属人来说。 将充满乐趣和机遇。 他们有机会结识新朋友。 参加社交活动。 扩大自己的社交圈。 通过交流和表演。 他们可以建立新的友谊。 此外,属人在 2024年有机会遇到理想中的伴侣。 然而在 2024年龙年。 属人也会面临一些不利因素。 在职业发展方面。 他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并保持耐心和等待。 才能获得成果。 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和技能。 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设定目标。 并更有效地完成任务。 在健康方面。 属人需要认真对待。 他们的身体素质会有所提升。 疲劳感减少。 血液回圈改善。 他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并尝试新的运动方式。 如瑜伽、游泳、跑步等。 以增强身体机能。 同时,参与野外运动。 也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 例如野外旅行。 登山和野餐等活动。 总体而言。 在 2024年 7月份。 生肖署的整体运势 还是不错的。 但需要后期用心维护。 财富才能长久。 毕竟人们也说赚钱容易守财难。 其中学问还需多多领悟。 四属狗人在 7月份的运势。 也非常不错。 有很多急心相助。 尤其在财运方面表现出色。 特别是从事金融。 或者投资领域的朋友。 有可能获得意外之财 或者大笔收入。 在职场上属狗人 也会有很多机会 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能力。 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赞赏和信任。 感情方面。 单身的朋友有可能遇到 自己心仪已久的物件。 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相信对方会有所回应。 已婚或者恋爱中的朋友。 也会感受到 对方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也会更加顺畅。 属狗人在 2024年 年还要注意 保持自己的健康和体型。 不要因为贪吃或者懒惰 而导致身体出现问题。 尤其要注意控制 自己的情绪和压力 避免因为焦虑或者抑郁 而影响了自己的运势。 总之 在 2024年7月里 属狗人是最旺最顺的生肖之一。 可以期待一年的收获和满足。 但也不要忘记保持 正直和诚实的品格。 不要因为贪心或者冒险 而失去了 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无属狗人在 2024年7月的运势非常不错。 有很多集星相助 尤其在财运方面表现突出 特别是从事金融 或者投资领域的朋友 有可能获得意外之财 或者大笔收入 在职场上属狗人 也会有很多机会展示 自己的才能和能力 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赞赏和信任 感情方面 单身的朋友有可能遇到 自己心仪已久的物件 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相信对方会有所回应 已婚或者恋爱中的朋友 会感受到对方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也会更加顺畅 属机人在2024年3至5月 还要注意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争执和冲突 尤其是与长辈 或者上司之间的关系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或者自负而得罪他人 总而言之 在2024年7月份里 属机人是最望最顺的生效之一 可以期待一年的转机和好运 但也不要忘记保持 正直和诚实的品格 不要因为贪婪或者虚荣 而做出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2024年下半年 六、生效要发财 财神庇护 福喜降临 数钱数到手软 以生效朱 数猪的人聪明 性格也非常温和 所以身边常有好事围绕 在2024年的下半年 生效朱的人将迎来事业 和财运的双丰收 在财神眷顾之下 你们将展现出 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 抓住身边的每一个机遇 工作上 你们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晋升和加薪的消息 将接踵而至 在投资方面 你们敏锐的商业嗅觉 和独到的眼光 将帮助你们发现 许多具有潜力的专案 从而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 二、生效朱的人聪慧机制 幽默风趣 人际关系和谐 在2024年下半年 数数的人 也将迎来财运的巅峰时期 在财神庇护之下 你们的财运将如日中天 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 都将有丰厚的收获 你们的努力和付出 将得到丰厚的回报 事业上的成果将让你们 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此外 你们的人际关系 也将为你们的财运增添助力 朋友们将带来 许多宝贵的机遇和资讯 帮助你们 在财富之路上越走越宽 三、生效马 对于生效马的朋友来说 2024年下半年的财运 同样令人期待 在财神的关照之下 你们的财运 将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你们的工作将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为你们带来更多的晋升机会 和薪资提升的机会 此外 你们的投资运势也将十分旺盛 勇于尝试和敢于拼搏的精神 将帮助你们在投资领域 取得更多的收益 在财富增长的同时 你们的人际关系也将更加和谐 为你们的财运增添更多的助力 四、生效机 属机的朋友 性格坚毅 独立顽强 他们在成长的路上 始终不屈不挠 保持住旺盛的斗志 虽然对于属机人来说 在过去的上半年里 或许他们经历了 不少的挫折与困难 但属机的朋友本身却从未严败 反而越挫越在不断的魔力中 成功和壮大 而在接下来的下半年 属机的朋友终于迎来了 属于自己的春天 不仅事业上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财运方面也是一片光明 在财神的庇佑下 属机的朋友 将会迎来一大波财富 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五、生效舌属舌的朋友 他们头脑聪明 思维敏捷 具备很强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 对于他们来说 越是艰难的环境 越能够激发他们的潜能 在上半年里 属舌的朋友可能因为种种原因 财运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但是请不要灰心 因为在下半年的时间里 属舌的朋友将会运势逆袭 财运亨通 在财神的眷顾下 他们的事业 也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收入不断增加 属舌的朋友要抓住这次机会 努力拼搏 必定能够收获 满满的财富和喜悦 六、生效龙属龙的朋友 心智成熟 目标远大 不拘泥一时得失 他们天生具有领导才能 气场强大 事业场上进步势头难当 在过去的上半年里 属龙的朋友可能在事业上 遇到了一些瓶颈 进展缓慢 但好在他们坚持不懈 勇往直前 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 在下半年的时间里 属龙的朋友将会运势旺盛 事业蒸蒸日上 在财神的助力下 他们将会轻松收获 丰富的财富 实现财富自由 最后 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 献给生效兔的朋友们 他们的坚韧不拔 他们的乐观向上 使他们能够在逆境中 找到前进的方向 他们的细心周到 他们的人情炼达 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挑战 他们的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他们的情绪管理得当 他们的人际交往和谐融洽 然而 他们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死板教条 否则处理问题时难免 会显得有些迟缓 从 七 月份开始 他们的压力将会大大减轻 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心情 变得更加平静 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 各项事物之中 在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之下 他们的人生 必将迎来彻底地翻盘 人际关系也会如鱼得水 他们需要勇敢地 释放自己的潜力 保持敏锐的思维 2024年下半年 他们注定会风生水起 法家致富 腰肠万贯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